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波安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今天來咱們的決戰EGM的全角色開箱 我覺得角色算是這個遊戲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然後現在這個遊戲的角色總共有九隻 對八個妹子跟一個棒子 那這樣突然覺得這個棒子好羨慕他喔 好我們來一個一個介紹一下 首先是我自己的首抽小福 然後再來是蛇妹子 百變英 林露 依莎 艾米 赫拉 鋼頭 對鋼頭 然後再來是一個 我覺得畫風蠻特別的 是一個白琉璃 對 我覺得他算是裡面最正的一個 其他是很兇悍 沒錯啦 好那如果把他全部擺起來 然後全部一起晃動的話 這畫面除了那個鋼頭以外 我覺得都還蠻美的 好那這個遊戲呢 雖然說他的角色上面是有分等級 可以看到有些有SS 還有是沒有寫等級的 但是不見得SS就是最適合最強的 對我覺得這個角色都有主動機跟被動機嘛對不對 還是要看你的組合去搭配 才會是發揮最大的效用這樣子 OK來我們就很快速的給他全部帶過去唄 OK好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咱們的首抽 好我的首抽的主動技能小福的 他叫電玩痘痘 召喚吃痘痘逆行攻擊到起點後出現在對面 好很明顯的 剛好就是這個意思有沒有 可是不知道這顆痘痘的傷害到底多少 而且他到對面的血量也是多少算是一個盲點 對有如果知道的話可能會更好一點點啦 不過還不錯這個在初期的也是傷 反正怪物幾乎是秒殺嘛 然後還有一個很賤的玩法 如果你錢存的夠多的話可以一直連續的召喚 然後連續召喚的話雖然這邊傷害會浪費掉 但是對面就會出現三顆吃痘痘 然後我剛剛這邊有點忘記了 然後他的王出來所以我的吃痘痘就不見了 對算是一個很尷尬的地方啦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就跟圖片上面 影片上面說的一樣 他就是會召喚出一個戰機 他的傷害呢感覺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 但是也沒有說就是堪用啦 堪用啦多少有點攻擊這樣子 來下一隻 好第二局是咱們的蛇梅子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是比較重要的啦 我覺得 因為他是直接增加毒屬性機甲的25%傷害 我覺得是不是這個遊戲有稍微平衡過 只要是這種技能的 呃這種被動技能 他的主動技能似乎都還好 對可以看到他的主動技能是變成範圍傷害 呃對就這樣 欸對就這樣而已 很像還好對不對 很像還好 而且這就沒有連發的效果 你就算連發的話 很像範圍效果也不會更大 也不知道持續效果多長啦 因為他感覺還是可以再發射一次了 對沒錯 好來我們繼續的下一隻 好接著是咱們的百變因 這個是我在封車那支影片抽到的首抽 然後他的技能呢 算是比較和藍的可 和藍可親的 對隨機變換對方5個機甲形象 還可以看到了他隨機的效果很像是 就是真的隨機而已 對然後就只是換成其他骰子 所以說不好也不壞 有可能會因為你放技能之後 讓對方得逞又更強一萬 除非說他的版面已經很好 你才去打壞對方的版面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他的主動技能倒還好 那他的被動技能呢 無中生有就是我一直合成的話 就有 每合成5次就會自動生成出一張 剛剛就出現我右下角有一個水能量的出現 對可以看到 算是一個省錢的效果啦 不過升出來的那張很像都是只有一等的 對如果他升出來的等級 如果是我升兩等就召喚出兩等的話 喔那個就不一樣喔 可惜啊可惜啊還行還行 算是也算是一個蠻中規中矩的一個角色就對了 好那再來是咱們的零路 對我覺得這個算是這個遊戲的當家花旦 因為這個角色真的是太強了 雖然說他不是SS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是所有角色裡面最OP的部分 至少在初期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好因為為了要讓我的技能趕快弄出來 所以我這邊其實配了非常多的能量 如果有玩的話應該可以發現我配了三個屬性的能量在這裡 對算是礦山礦山 好那這個角色的主動技能呢 是創造一個特有卡牌在40秒後消失 感覺起來很爛對不對 但是呢主要是他的被動技能 機甲合成到第三級時候變成同隊的機甲 我這邊看了一下整個就神 我剛剛把兩個召喚出來 四個召喚出來的骰子 直接變成一個新的三級骰子 我自己的骰子 所以說 我有了這個骰子之後 我的抽卡變成兩副牌 對我等於有兩副牌可以抽卡 而且第二副牌只要我錢存的夠 直接拉出一張三星的出來 可是他四秒就會消失啊 所以你的版面一定至少要弄出三個格子才可以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角色是不是強過頭了 說真的我覺得他比之後我等下介紹的SS 都還要來得過分 可能是我在新手的關係啊 可能還不懂SS的強... 也不能這樣子啊 應該說我覺得可以拿兩副牌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噁心 對因為我們本身拿一副牌 我們的價格越來越高 對他也是會越來越高 但是 這樣等於跟對面比起來 我只需要付 除以二 甚至比除以二更低 你知道這個遊戲是等差級數嗎對不對 越高的話要花越高越高到錢 所以說 這個真的是強到一個無可限量耶 這個等級等於是 對只要招到三等就好 不行大家應該知道我有多正經 OK來我們來看下 好接著是非常兇殘的伊莎 對顧名思義真的很兇殘 不管哪裡都是 然後他的主動技能呢 是直接攻擊對方四名機甲 減一等 等於是 四顆刺客骰 對這邊叫刺客了 隔壁棚叫RD 這砍下去 對方應該就死一半 如果初期有辦法農到六百塊的話 對因為初期打怪才能賺錢嘛對不對 如果我越早把錢農出來 越早丟下去的話 對面的等級不高 丟一下就直接死一半啦 對因為對方有升級起來了 所以其實才hold得住一點點 不過這個遊戲他的傷害是除以二的 所以他的傷還好 反而還好他的殺傷力還好 而且他耗了一次也要六百塊 所以說很划算嗎 其實也有點難 除非這個到後期已經有辦法 打到幾千幾十萬的SP量的話 這個技能就會很過分 對因為這個骰子只有十六顆 所以十六顆用四顆掉的話 等於是一次降掉四分之一的版面 算是很過分很過分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呢 算是小過分 我覺得就還好 對因為每合成五次呢 隨即一名機甲升等 對就升一等 就反而很像 相對於 相對於他的主動攻擊比起來 很像沒有那麼過分啦 OKOK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咱們的艾米 對這就是我在協同那支影片說 我用的角色因為我雷屬性的機甲驅動啊對不對 好那他的主動技能呢 是一千五百點雷屬性的給予場上所有怪物 對就這樣 所以然後他的攻擊力 應該說他的主動攻擊真的是 神爛的 對而且 一千五百滴耶 我的DPS就算有初級的 不用升級的DPS就超過一千五了 雖然說他是全場啦 不過很像真的還好 對真的還好 不過他的被動技能就很OP了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數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他雷屬性機甲直接附加25%的傷害 所以直接攻擊力是 125% OK 好 雖然說他的外型我不是很喜歡啦 但是 嗯 還不錯沒辦法誰叫我雷屬居多呢 OK來下一支 接著是本遊戲的唯2的SS級角色賀拉 我嚴重懷疑他的平級是不是身材 對不然為什麼剛剛那個沒級然後這個是SS級 哈哈哈哈 好那他的技能呢是火力全開全體機甲變身人火爆模式 攻擊力增強然後攻擊速度加快維持8秒鐘 但是可以看到我現在的狀況是不是只有幾顆在打 對他只有攻擊閃那幾顆會加強速度耶 而能量骰呢不會因為這樣而加快產生能量 所以說我們反而覺得還好對不對 不過他的技能跟上一支比起來 他很明顯可以在危急時刻做一個清場 因為就算我的骰子攻擊 不是骰子 就算我的機甲傷害不夠多的話呢 還是OK的還是OK的 但是他的被動感覺就弱了一點點 對大家可以看一下他這邊寫的是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召喚殲滅 滅疾機攻擊怪物 滅疾機 OK好 那我自己實測他的時間 大概是10到15秒之間吧 會出現一台 可是他好像打的傷害 真的很不明顯 對真的很不明顯 真的很不明顯 感覺他把所有的心力 應該說所有的強度都放在火力全開這上面了 對真的是火力全開 那他的被動技能就還好 真的還好 那他的SS的身材呢 嗯真的不錯 OK來下一支 接著是本遊戲唯一的男角 鋼頭 呃他的技能 叫做 召喚悟空攔截怪物 維持10秒鐘 來他的技能叫大聖降臨 所以很明顯啦 加上他拿那根棒子有沒有 感覺就是一根悟空 然後在那邊會攻擊怪物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啦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展示起來我還不太能懂他的用力在哪裡 可能到後期吧 會有一個奇效就對了 因為他每28秒呢會回復一格血量 但是他是不會突破這個血量就對了 啊沒錯 他不會變成4D5D 如果他可以的話 那這一支就超越SS了 對等於是血量無限嘛對不對 無限的話那真的很噁心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好來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大絕吧 那等一下先再看大絕症看一下他對面的 對面是用雷射耶 明顯有火雷射、雷的雷射、毒雷射、冰雷射 全部的雷射都用上啦 嘖嘖嘖嘖嘖 哇這畫面也太美了吧 原來這個遊戲的雷射長這樣 OK來咱們的技能大聖降臨 然後就放在那邊 他也不會動 是 喔有了 原來是中間那條之後 他才會出去傷害怪物啊 但那個傷害 嘖 感覺沒有很高耶 不知道耶 看不出來應該說 看不出來他傷害多少 因為他也沒有跳血的意思 然後他只要到這個位置以下 對 他就不會有任何攻擊狀態 嗯 還行 還行 一般般一般般 好這個是本遊戲的最後一隻腳車 白琉璃 他的繪圖真的是有夠沒炸的 不管是他的腿還是他的尖 那我只能講這些地方 好不管 那他的技能呢 我也覺得非常過分 就是隔壁棚RD目前最流行的流程 而且還不用帶流程骰子 就有的效果 琉璃神術 對面怪物變身且移速增加 移動速度增加持續15秒 如果他的被動技能 他的數字有顯示出來的話 應該就能知道這隻到底有沒有OP了 如果他真的是很 那個數字很誇張的話 這隻可能SS都不為過 好他的被動技能是 琉璃秘術 我方怪物擊殺時到對面增加血量 按照這種遊戲的話 就是我打死一隻對面就會增加一隻怪物 然後加上他原本就會出現的怪物 所以說我打死那隻怪物到對面 他的血量可能會比平常出現的還要多 那他的主動技能再給他吹下去的話 是不是血量又更多 然後血量又更高 因為怪物變身嘛對不對 感覺就是除了移動速度以外 還有血量的增加 可是我這邊有連發啊 可是很像沒有用對不對 只是持續時間會不會拉長 或是重算這樣子 這個是沒有去給他測出來 不過這個技能真的是有點OP 可以看到我一開下去之後 對方完全扛不住 連一隻小兵都打不死 OK 好以上就是這個遊戲 決戰一拳目前的九隻角色啦 那大家最喜歡哪一隻呢 而我個人呢 最愛的就是那個菱鹿了 對我覺得他有兩副牌組 真的是太過分的這個技能 OK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1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